介绍一下我们朱定宏的繁殖方法 切球繁殖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底换一木星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健康的球体 并且这个球不是我们进口的球 切球成活率非常低 我们必须让它长出叶子以后才能够切球 一般选择在每年的春夏或者夏秋进行 首先处理的话 要把它一些腐坏的地方给它收拾干净 然后干嘛呢 避免它感染 然后通过我们的高蒙栓卡浸泡 然后晾干以后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操作 需要一把锋利的刀 首先要消毒 手 还有你的刀 甚至你的环境都可以给它消毒 逆着纹路去 如果你想切宽一点的话就这样对切 你想繁殖更多的话 就是鳞片越多它自然而繁殖更多 但一定要带跟盘 处理好了以后 这里面很嫩的地方给削掉 因为它含水率很高容易烂 至少要有两根鳞片 它才能够在中间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份鳞片 切了以后保持里面的干燥 如果里面发现有明显的水汽的时候 我们需要换一个盒子 或者说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擦干净 然后重新放回去 并且更换里面的纸巾 这个鳞片出现变红 它氧化过后 它就会开始长侧芽 把它拿出来 这个跟盘朝下 把它放到干净的土上里面 不要埋太深 就埋一到两公分就可以了 好了就这样 我们切了68片的梦幻 它到底能够活多少根了 大家可以点赞评论 所以我们切了 会 我们切了一个